好就是就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的医疗行业吧 能不能聊 那可以啊 天天都聊 就是我本人是那种护理啊 我是护理 我不是说那种临床 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点用人朝前 不用人朝后了 就是现在就是这种薪水啊 然后病人的态度啊 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差劲 还觉得我们就跟奴才一样 不是啥意思我没听懂 意思就是比如说人家医生 拿2K我他妈拿200 那你意思应该 你的意思是 不是哥们 你的意思是你做个医护 你作为一个护理行业的人员 医生应该拿200你拿2K 不是不是不是 医生拿2K没问题 那我分我1K行不行 对不对 你有医生一半的含金量吗 哥们 为什么没有呢 大家难道就医疗重要 护理不重要吗 那这样 这是按重不重要算的吗 那那农民工 农民工一天卖那么多利息 那老主治医师 一天的给那个给那个 把那皮擀开 那收入是农民工 那10倍都有可能啊 哥们是按利息算的吗 你什么认知 我想问问 这不是认知问题 这只是按牢分配吧 什么叫按牢分配 哥们 医生跟你含金量一样吗 我想问问 医生连归赔在学费上 算出来读多少年书啊 护理现在也有归赔啊 护理华兴那边 早就前几年就提出归赔来了 有不少三甲 咱先别说提出归赔了 我哥们 我就想问一下 你的含金量 跟人家含金量一样吗 学二氧电弧汉的 跟学那个航空母舰的 那制造的 那是一样含金量吗 啊 啥多干啥呗 外卖证多 上海送啊 一月一万 你想证多少合适啊 我问问你 不要证多少啊 就是我不求同工同投 但是至少别太少吧 我靠十分之一都不到 行行 听好了啊 能看看干不了上美国啊 去吧 滚啊 美国给的多啊 美国 美国护士 美国的护士是主治医师的 那个上司 美国护士管医生 美国医生是最底层 美国医生手术完了 那还得去扫厕所去 给客人给客人 给病人端食端尿啊